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准备好 比赛开始 有The Dragon 这边周盖恒控球 他们获得比赛的第一次进攻的机会 给我给我给我 比赛的是 给到李云开 面对张楠楠哥 转身打中 最强老张队 这边我们给到一个名字叫做哥青回 这次张正虎的运球出现了失误 倒地的抢球 前犯规 前犯规 这下裁判明少有犯规的出现 加油 说话 好 现在比赛继续 哥青回队的球权 看到向南南哥 南哥这边 这下运球被The Dragon给断掉 回到湖顶 李宗盛 利用两个掩护之后 到右侧 转移球 掩护 再突进来 挑战 王建兴面对王晶晶延 强硬打中 红中展示力把自己的核心力量 晶延拿球 行人队两人协防 以及背后传球 成功将球传出 但是球还是被对方给断掉 现在The Dragon队再次进攻 周改善 一对一打张正虎 这一球 球的短了一点 面对身高 196的张正虎 投篮也不是那么容易 来看看 晶延的这一次最硬 别人右边 有时候不需要一个力 虽然是比你要强硬 但是 有更好的技巧 有时候不需要 过来 过来 但是 有更好的技巧 这一下 这我的 The Dragon队的失误 给了哥青回队 一次进攻机会 比赛继续 晶延拿球 张正虎下顺 南哥挡下的位置很好 这一下 张南抬张了 来自晶延 与南哥的配合 李云台想再补防 已经来不及了 上去 换换换 别碰 拿球 你们得上来拿球 你们得上来拿球 8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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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秒进攻时间 4比4 这架周改衡 大幅度的变相 右手 打击 还有架的机会 周改衡 这次一个漂亮的第一球上篮 将球送入篮空 周改衡也是灌篮第二季的人气球员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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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哥拿球 The Dragon队员上街防守非常的强硬 好 分队两人协防 晶延连续转身 博武侠动作给到空位的张楠 三分打中 又一次 晶延与南哥的空位配合 这样空位的机会 一位高水平的职业球员是不会浪费的 上高 上高 两边打平 新人队老将 进队进攻时间 7比7 防左手 防左手 防那边右手 往这边赶 周改衡加速突破 但是并没有很好的效果 2秒 1秒 压上了出手 这下自己还能抢吗 没有拿到 万规推人 周璇随即交给了The Dragon 新人队这边 防守 找角度 周改衡带到左侧 队友有一个掩护 这边底线都让来之后 Catch and Shoot 接球直接投篮 却投出了一个Apple 张正虎你可以干他 怕什么 7比7 张正虎 走下面 走下面 前CBA球员 张正虎这一次自己来解决问题 那就没问题 张正虎的进球 帮助何欣维 也就是老将队拿到两分领先 南下球叫出来给到周改衡 张正虎快速跟上 李云开上来想打 但是防守很好 没有办法突破 周改衡转移 4秒进攻时间 看看 王建新拔一个 面对王晶的防守攻処 两分干脆利落 回到比赛场上 斩条 The Dragon队似乎出现了一些状况 打一会儿 这边张正虎 张正虎 张正虎 这一次出现了今天的第一个委体犯规 好 暂停时间到 回来之后将要先执行 我们比赛到现在的第一个委体犯规 那么将要有被侵犯的一方来执行两次罚球 加上一次球悬 好了 一罚中 来自张正虎 防一个 咱防一个 比赛最后两分钟 歌星回队 老将队 两分领先 我放上面 我来放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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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放上 我来放上 张正虎一技长传 直达篮下 我先犯规 我 我犯规 裁判施以这个球呢 老将队先犯规了 这次犯规也让球拳随即交换到Dragon队 雙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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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感恩变相之后 摸进来 用手打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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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分再次被反抄 防住 我放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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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星漏人了 又是帐篮 三分 有了 你不能放一个职业球员 这样的空位去投篮 十四比十二 客气回队老将队 再次回到领先的位置 还在打呢 粉金球 粉金球 还是单打 准备 这次犯规 整个有三到四次 球款很不断地去单打张正虎 收到的效果都是非常棒 现在来看看他的罚球 第一罚非常稳定 十三 十四 一次 两罚全中 不给三分 防住 换人 防住 防住 黄金星能防住静严吗 静严 这下没拿稳 给到张楠湖顶 再次出手 又是张楠 连续的三分命中 让人感到窒息的三分命中力 太棒了 张楠用自己的实力 证明了自己作为职业球员的水准 那里边不能请 好 那里边不能请 请到一次 暂停我们暂停 比赛 还有22秒 17比14 新人队只需要一个三分就能追平 而老将队则需要稳住防守才能获得胜利 最强老将 与最强新人 在有限的时间内 究竟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那边 那边 周凯恒 还是带到左色 没有利用掩护 左边 集体 再给 注意进攻时间 黄建兴再碰上球 周凯恒 如果周凯恒这一球投进 我们将迎来本赛季第一个加十 这队老将队是极其不利的 但是涮碰而出 走走走 好 Dragon的队员又一次漏人 张南 拿球上篮 两分打下 2秒时间 这一下 再投 已经是 没有办法挽回了 让我们恭喜老将队 郭静恒拿下 老将新人之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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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